再來其實它就是把它貼過來之後 把它調整大小 大小的話就剛好在B7跟P33 7的話在這裡嘛 所以意思是把它放大 到P的33 所以你看一下有沒有到33 有沒有這一條 不要超過它的線 反正就是這個線裡面就對了 把它放大 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後面其實就是 還要做什麼 把它 底下的話呢這樣就完成 再來我們就是在套用那個樣式 所以樣式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點它的時候 它上面會顯示出它的相關樣式 它要的樣式是第八個 所以你就移到第八個 有沒有樣式把它點下去就可以 這樣就完成樣式設定 那樣式設定的話呢 就是在土寶設計裡面 按照順序就這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應該是這個第二A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設定那個 圖表標題跟那個坐標軸格式 那標題部分它要顯示這個名稱 7月份空一格 體重追蹤表 那這個名稱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 那你說老師 我是把它Ctrl-C Ctrl-V貼上 不過它有一句話說 它並不是要把它貼上 而是要兩邊如果有異動的話 兩邊要連動的 意思就是說我的這個標題 是來自於這個地方的 所以你就不能貼過來 那你怎麼能怎麼做 很簡單你就點一下框框 不要點到裡面 點到裡面就錯了 點框框一下 然後把游標再放在上面資料編結 等於跟它講說 我的名稱就來自於上面這個名稱 所以你再點它一下 它就會把這個名稱帶到這裡來 但是你會發現點下去 它這個好像變成是B1到O3 O3可是我們不要這麼多 其實它就B1 所以取第一個 所以記得把貿號後面的O3 把它delete掉 然後按個打勾 這樣的話呢 上面如果 圖表表題如果出現是這個 那表示是OK的 那圖表表題OK之後的話 接下來它還要設定什麼 它的垂直 垂直軸 設定最小值52 垂直軸在哪裡 這個是垂直的 水平在這裡 所以垂直軸 你就把它 我習慣是滑鼠右鍵 它會顯示 在其中一個數字上按右鍵 那如果你要設定格式的話 很簡單 有一個類似像最下面 這個坐標軸的格式 那最小值這邊會出現52 你說老師已經是52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如果 如果沒重新輸入就錯了 記得把它重新輸入一遍 記得按Enter 如果你按Enter之後 你會發現 有個地方不一樣 這邊就變重設 也就是你重新輸入過 但是如果你沒做 這個就沒分 如果是針對考試的部分 你這個52Enter這個動作 一定要做 如果沒做就沒分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然後OK之後的話 我們第二題應該就做完了 再來的話第三題 第三題就是應該是把那個體重追蹤表 另外一個表格 它變成我們剛剛是插入的是 所謂的折線圖 那這邊的話呢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區域圖 區域圖之後呢 它很奇怪 它要再把目標體重再改回折線圖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切回到體重追蹤表 這個表格做完了 剩這一個 游標放這邊 等於E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換這一個 那做什麼呢 插入圖表 剛剛插入圖表是折線圖 現在呢不是折線圖 它要我們找的是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所謂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應該是 它要的不是折線圖 它要是什麼圖 它要的是區域圖 OK 所以我們找一下區域圖部分 那我們就把那個區域圖部分 找到之後呢 把這個圖給加進來 這樣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區域圖放了 看一下這個組合圖 它裡面的話 區域圖在這裡 OK 那你就找到那個區域圖部分 然後按確定之後就OK了 就找到 先選範圍 選完範圍之後的話 你就找到一個圖表 所謂的折線圖 按確定 那接下來它還有一個地方 需要更改 哪個地方 就是 這個叫做 有沒有 它變成兩個資料 因為它有兩個欄位 應該就是 除了日期之外 還有體重跟目標體重 那這兩個它會把它當成 這個歪軸 那會把它變成一個折線 所以它是希望說 原來的體重 還是維持是 這個區域圖 那底下這個不要變成區域圖 它是題目裡面是說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改回折線圖的意思 改成改回折線圖的意思 所以如果底下這一個 這是目標體重的部分點一下 記得 怎麼知道點到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範圍就出現 有沒有 然後你在按變更圖表標題 我印象中 它好像是希望把目標體重的這個圖 改回折線圖 所以把它改這個折線圖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它會變成區域圖部分就不見了 只留下一條線 你說為什麼一條線 因為目標體重50公斤 當然就是全部都50 OK 那再把這一個圖一樣把它剪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八月份的圖表 所以做一樣的事情 貼到B7的地方 然後一樣把它拉到最大 應該是拉到這個框框裡面 反正你就是 盡可能把它拉到P的 應該是33吧 先橫向拉一下 然後再把它往下 反正就是把它全部填滿就對了 填滿 OK 如果太 這個太難 你可以把它 這個稍微縮小一點點 有沒有 這邊有個縮小跟放大 我好像拉太多了 OK 再把它稍微調一下 應該根據它題目要求 應該要把它放到哪裡 P33 所以你們自己再把它調整一下 OK 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把圖移過來 然後把它放大 再來就是設定什麼 第四項 所以再來的話 就是把第四項完成 那首先我們已經把它移過來 我剛剛已經調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設定什麼 設定區域圖的 那個框線色彩 它要是這個 什麼綠色輻射一鍵 什麼 然後石線 而且寬度要4.5 那它指的是哪一條線 它指的就是這一條線 所以你點一下 點一下區域圖 這邊就有了 那要給它一個框線 所以這個框線的設定的話 當然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會出現那個什麼 資料 數值格式就會跳出來 右邊這個面板就出現了 當然理論上你不用 如果假設它要跳出來 你就不用選 那它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它的框線 那框線的話 理論上一般就是在油漆桶這邊 有一個填滿跟框線 那如果要設定框線 你就找框線 那框線的顏色的話呢 就在這裡 那比如說綠色應該在這裡 綠色最下面輻射液這個 較深50 然後它要多少PT呢 它要的是4.5PT 所以這邊底下有個寬度 把它輸入4.5就OK了 4.5 這樣就有一個深色的 類似像這樣一個線條出現了 那底下這個 再來就是目標 體重這條線 那這條體 體重這條線 它要做什麼設定呢 它要把它改成 這個 塵色的 然後4.5 所以一樣 塵色你就把這個地方改成塵色 塵色應該是這一個吧 然後4.5 所以把這條線改成4.5 所以不外乎就是填顏色 不外乎就是線條 Enter一下 這樣就有了 所以這個線條設定完之後的話 然後我們就再來的話呢 D 所以這個C D的話就是 它的那個標題名稱 這其實跟剛剛一樣 然後微覽症黑體 粗體跟字體大小20 所以把這個點一下 那來源就上面 所以等於 跟剛剛做法一模一樣 等於這個點一下8月這個地方 然後把尾巴冒號的範圍 delete掉 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資料過來 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這個什麼微軟症黑體 然後大小20 這個自己再調一下 OK 那色彩看有沒有 他要粗體粗體 再按一下B 這樣就OK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水平軸 那水平軸在哪裡呢 水平軸實際上就是底下這一個 橫向的這一個 那這個水平軸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它的日期字太多了 所以它理論上是希望把它做設定 那怎麼設定呢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也是坐標軸格式 它會跳到 其實理論上就跳到這個有沒有 坐標的格式裡 然後呢把它的格式稍微改一下 那怎麼改 最下面有個數值啦 其實就針對數值改 它原來是顯示年月日 不過它是希望說只要日 滴滴就是日嘛 所以日更後面刮斧AA 就是星期幾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按新增就好了 把前面刪掉 留下滴滴刮斧AA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它變幾號 禮拜期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好像要把字稍微縮小吧 我看 它這個字把它改成微軟 還有什麼 方向要改成垂直 然後刻度位置 要把它改成刻度上 所以怎麼字改成垂直 隔壁這裡 大小屬性 水平改成垂直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變垂直了 我看有 有點怪的 OK 它要這樣 切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那個 坐標軸上面的 在哪個地方 所以其實你點這個 坐標軸選項 往下找 應該會在刻度上 這邊有刻度上點一下 那所以就對齊 那個刻度的意思 然後最後的話呢 字的大小就是 微軟症黑體 自己在這裡改一下 微軟症黑體 這樣就OK 上面有的話 你就自己找一下 常用裡面就有了 那這樣的話呢 這邊的坐標軸水平都OK了 那其實垂直好像接著要做 看一下垂直了 找到它的做標軸的格式 然後最小就把它改成42 Enter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字的大小就是要多少 做12嘛 跟微軟症黑體 所以這邊改成12 然後微軟症黑體 反正就是照著它的要求 找到功能 這樣就OK了 只要你找的功能是正確的 你不要亂隨便找一個 那一定會出錯的 好 那最後的 最後就是 繪圖區 那什麼叫繪圖區 跟各位講的 就背景 就是這個背後的 這個叫繪圖區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點的這個地方 這邊會顯示繪圖區三個字 如果有那表示你是點對了 其實就背景的地方 那背景要做什麼呢 它要填顏色 什麼顏色 我看一下好像要漸層 漸層填滿 然後要輕度漸層輻射三 OK 所以呢 我們點了這個繪圖區之後 有沒有 那填滿 填滿應該可以猜出來 應該是這個油漆桶 有沒有 油漆桶才有填滿跟框線 然後把它填滿的地方展開來 找到那個漸層 填滿 它要的是哪一個效果呢 好像是這一個 第三個吧 對 輕度漸層輻射三 這可能要稍微記 有時候要 也不用特別背 因為它123 你下面一定是4 所以第幾個就這樣 橫向算過去第幾個 OK好 第三個點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漸層填滿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框線 框線它做什麼設定 我看一下 那框線是要為 深藍色3PT 所以深藍色 最特別重要 填滿完成之後點一下 它要收折 找到框線的地方 並且找到色彩 色彩它要深藍 深藍應該是這個吧 OK 點一下 然後 它要是3PT 所以3點一下 這樣應該OK 我看 3PT 對 3PT 然後Enter的話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題啦 其實看起來功能很多 但其實就讓你熟悉這些東西 如果你現在熟悉的話 你就會很快的把一個 八月份的統計 所以看起來這八月份做出來 好像也OK 那七月份的話呢 七月份的話 把它縮小一下 七月好像比較陽春一點 我剛剛好像在漏掉了 這個可能是好像要設定 跟剛剛如果一樣的話 應該有什麼微軟真黑底 自大小 這個可能自己再補一下吧 那兩者其實最大的差異啦 你可以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區域圖 然後這是折線圖 沒有標記的 那這個的話是 有個區域圖 可是它又外加了一個折線圖 它等於是說 兩個都一起加上去 那這個就變折線圖了 OK 所以主要是畫圖啦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著把那個問題 先稍微了解 然後並且能夠找到那個功能 如果實在找不到 我有把那個影片錄下來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個題目 說真的網路上你搜尋一下 應該也有別的老師 有錄一些相關的教學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 只是說那個其他的網路上的教學 它比較強調是解題 所以它就一直解一直解 它其實不太解說的 反正就照著做就對了 它不告訴你 不太講為什麼 就是照著做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 只是感覺有點像是 就是死記一個東西 你將來活用 可能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 它比較少特別說明一下 我這邊是有稍微講一下 我是覺得這裡面其實很多地方 其實是可以用理解的 你如果理解的話 你在畫圖其實就還蠻直覺的 請各位試試看看